第1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灯营 做灯营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这个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坚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手就是压着大腿的 动辄的那种动眉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就是三股金刚书衣 压着坐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就是从无事以来 自探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 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派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个左手就是坐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着这个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心里面观想啊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呢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派出 这样呢 就是派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臂孔当中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事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派出 这样呢 就是派这个三次气 开始念的旧母法 还有这个元祈祖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党的这种语言 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价值 vår自家 Sci-Fi 想讨论 给他一个事情 挑战 当时 国安 当时 国安 政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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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亡语等等 各种罪业的行为当中 那这样的话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有什么样的意义 当然我们也知道 我们深深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 因为每个人的业力和因缘 都是不相同的 这样以后 每一个人的生活的 这种标准和生活的方式 也有不同的 有一些人 他的因缘 福报就比较不错 众生当中他有一种清净的机会 过非常简单的生活 有些的生活既也复杂 有造恶业为生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受信人 应该尽量的观察自己的相续 宁可轻便 而不愿意着福 意思就是说 我们宁愿意过一个非常简单 普普通通的这种生活 最好不要过一些 对自己的这种来世有害的 对罪业有关的 这样的这种生活 的确也是没有 如果我们整天都是活在这个世界上 然后造作恶业的话 那就是你住在人间好 还是早一点离开好 这也是很难说的 因此我们在座的有些 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 我觉得以后 就在这里学习完了以后 以后到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时候 肯定有很多的 民运利养的一些诱惑 但是在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看怎么样 看待 以前上师如意宝解释 这个宋词的时候 是这样说过 如果真正是为众生 和为佛法是有利的话 你接受一点名声和利养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为个人的事情的话 那么你的这种名为利养 一点意思都是没有的 我经常这样想 总的来讲 我们即生当中如果不开悟 不成就的 是不是特别的要紧 但最关键呢 就是害怕一旦在自相续当中 依靠恶知识 或者是恶劣的环境的这种因缘 然后产生一些邪见的话 那么这是非常的可怕 古人也是这样讲的 宁可千两不无 但不可一日错漏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如果是一辈子当中没有开悟的话 都不要紧 我对这个好好的相信因果 我好好的行持善罢 在临终之前应该能开悟 如果临终不能的话 到终于的时候也有所希望的 但我们相续当中 如果产生了一些业绩天道 或者说诽谤上师佛法的 这样的邪念生起来的话 那就不可救药 就非常的可怕 所以终的希望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道友 以后自己的道性应该善事善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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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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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他人者 他这里也是这样提出的 你们刚才说是 利养为了积累资粮和追逐 残除罪障 但如果不能生残寒 还有另外一种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说 别人如果对我进行诽谤的话 那么其他人对我的信心 逐渐逐渐会退失的 如果信心退失的话 那么《华严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就是行为导言功德之母 张言一切诸三法 所以信心就是一切功德的根源和功德之母 所以如果别人对我退失信心的话 那我不是坏坏了这些人的善根 我就是为了让我的弟子和 让所有与我姻缘的人生起极大的信心 然后别人对我进行诽谤的时候 我实在是忍不了 我为了别人生信心 我不是为自己 为了别人生信心 我对他生嗔恨心 那么下面对他回答的时候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你为什么不嗔恨 诽谤其他高僧大德的这些人 因为你的主要生嗔恨心的目的 最好是不要给这个人产生邪见 不释坏他的善根和信心 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如果是这样的目的 那么这个目的不一定是仅仅是依靠你自己 比如说有些其他的一些高僧大德 在弘法离生的过程当中 他的事业应该说是非常兴盛的 那个时候其他的人 对他产生邪见或者是对他诽谤 如果对他诽谤的人非常多的话 那么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人 对他失去信心 坏坏是个善根 那这样一来的话 凡是世界当中所有的这些高僧大德 受到诽谤的时候 你为什么是不生起嗔恨心 你应该对这些人也应该像你自己一样 就是生嗔恨心 因为你生嗔恨心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自己 就是为了他人不要失去信心 如果真正是这样的理由的话 那么别人对别人诽谤的时候 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失去信心的 这样你为什么是不生 但实际上你的行为当中也恐怕不是这样的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就像以前佛在《毗拉与丁》当中也有这个公案 舍利子和目犍连后来受郭格勒格比丘的这种毁谤 那么你应该对当时的郭格勒格生嗔恨心 但是你恐怕不是这样的 现在也是别的一些高僧大德 如果受毁谤的时候 你不但不生嗔恨心 反而很高兴地跟着他们 开始说别人的过失恐怕会有这种情况 那这样你的这种理由是不是不太充分 好像说别人过失的时候 你就非常的快乐 而说你自己过失的时候 人无可忍 一直对他不满 那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 我也看�ale それは大 likes的 你还不吝对出席的 啊 继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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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别人为什么不生起嗔恨心 这个原因对方是这样解释的 他说 如果别人对别人推迟信心 产生信心的话 还是对别人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我对别人要产生信心的话说明他的行为是如理如法的 然后如果我对他产生嗔恨心或者是推迟信心的话 他的行为不一定是如法的 因此对他的功德和过失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别人对别人产生嗔恨心 对别人的话我还是能忍了的 对其他人如果别人诽谤其他人的时候 我对这些诽谤者不生起嗔恨心 不生起嗔恨心的原因 因为他对其他人生亿谤的这两个之间 有一定的这种因缘 对方的行为或者他们之间的有一些复杂的关系 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因缘 因此别人对别人诽谤 我还是能看人 我不生起嗔恨 如果对方这样说的话 那么我们就抓到一个理由 既然你知道是别人对别人的这种嗔恨 你就依靠因缘而所以对他不产生嗔恨 能看人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对我们产生嗔恨心 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因缘 意思就是说 如是何不忍烦恼所存 那么这样的话 你对我产生嗔恨心 我对别人也可以 我对别人产生嗔恨心的话 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因缘 为什么有因缘 因为别人对你这种嗔恨心 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前面我们也已经讲了 所有的烦恼是依靠因缘而产生的 而且这种因缘 依靠前世的因缘 依靠精神的因缘 精神因缘当中 有敌人的这些不良行为 还有自己的一些行为 身体等等 有很多的因缘聚合的 这样一来 那么就是所谓的这种烦恼 产恨 也是依靠他前世的这种 依靠他自己的这种因缘而产生的 依靠他自己的因缘而产生的 因此 你就为什么不能忍呢 应该就是值得忍的 因为我们因缘聚合的时候 很多人对这个对境不一定看得惯 虽然以前比如说 施量论 夏达瓦格西亚 他们都说我们的贪心和真心 随着什么功德和过失而转的 但是这个功德和过失也是对自己的业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平常看见别人的过失的时候 大家也尽量的不要生嗔恨心 首先你反反复复地观察自己 当然我们生嗔恨心的时候 恐怕来不及观察 这种情况倒会有的 但是你是有智慧的人的话 经常把这些教言 用在自己的生活的每一个教堂当中去的 这样以后对自己的成就 也是有所非常好的顺缘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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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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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数字 就下一个数字 下一个数字主要讲 破除对亲友方面 造的四种罪 对亲人 如果有人对他不高兴 有人对他当面毁谤 背后说一些恶语 还有对他进行制造违缘 当有四种罪业 那么这个分两个方面来讲 就是用于对定 就是无害而不应该嗔恨 然后破这个嗔恨 就是损害者 就是造罪之人 就是分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 就是对三宝的缩衣摧毁 或者毁谤的时候 也不要审承喊性 于佛踏向法 毁逼身毁者 无以不隐成 因佛冤诸害 这个宋词 就是字面上 大家应该清楚 就是对这个佛想 佛塔 还有这个佛法 有些人呢 就是在口里面进行汇报 然后这个实际行动当中 就是就加以这个坏坏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对方 应该生起悲心 就觉得是这个人非常可怜的 你看我们世间当中的 唯一的众生的这个医护 三宝所义 三宝所义面前 不但是他没有供养 恭敬 顶礼 反而摧毁 毁谤这些 正是这个人是业力先前 非常可怜的 就是我对他 应该生起这种分明这些 而前往呢 也就是因为这个因缘 而对他产生这个孙恨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三宝所义的话 就是从究竟的明言实相来讲 就是应该就像 报信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就是远离一切损坏的 就是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三宝 都是属于无为法的 然后从明言的这种现象的角度来讲 也是不管是佛像 佛亲 佛陀 全是无情法 就是并没有 比如说我们摧坏一个佛像的话 那就是佛陀并不是 哎呦我好痛啊 就是你把我摧毁了 就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它是属于一种无情物 因此呢 你就没有必要就是特别的这种杀性啊 圣残汉性啊 但是我们真实的这个佛教的 有些原则来这个讲的话呢 应该是这样说的 就是不管是你对这个佛像佛塔佛法摧毁的话呢 当然是不应该对他造罪业 就像《亲友书》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亲友书》里面也是 不管是沙门也好 婆罗门也好 还有这个父母 上师呢 不应该为他们而造罪 这是我们说得非常的清楚的 不可能就是你地狱的这种痛苦呢 就是不可能这个分担的 因此呢 我们现在就是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大家也尽量的不要这个分析持恨 尤其是现在有些人 这个家里面的人不信佛教 就是经常呢 就是这方面就是吵得特别的这种厉害 我觉得呢 就是没有必要 就刚才这个俊天伦师的这个道理来 应该就是想一想 因为这个三宝这个所以呢 实际上就是没有就是真实的这种 这个自信 就是佛陀在这个佛经里面 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什么这个 若以舍见我 什么一生求我 就此人信邪道 不能见如来 就是在那个 《金刚经》当中呢 也是这样讲的 因此我们真正的这个所谓的佛呢 就是是 不管是佛还是法 全部是以无为法 或者是以劣地所舍的 所以这方面呢 就是不会有损害 既然没有损害的话 你为什么就是对他这个生残恨性 如果你对他这个一样换样的话呢 很有可能 以后呢 就是没办法就是摄持他 就没有办法这个摄持他 因此我们平时呢 大家在这个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就是尽量地 不要这个 然后就是大家自他呢 就是产生犯了 其实呢 如果你真的摧毁这样的话呢 你不一定你来就是说他 有时候呢 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因果报应呢 就是又觉得也是这个很容易的 我也在这种情况下 存在啊 为什么能够对他 总得取得到 都会有什么事情 感谢 如今 我 无论 没什么 没有 没什么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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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